就是我們藥就放新鮮的嘛對不對 沒有那個生命力這樣子 而且乾燥花反而會讓你的氣場 會是比較負面的能量就是了 可我知道在國外他們很流行 把那個乾燥的玫瑰花還鍍金 那那樣子有沒有關係呢 它等於是變成一個金子的一個擺飾品 可能外國人就比較不一樣 那這樣子講來那種花就是等於是假花啦 所以還不是沒有像新鮮的花這麼有效力嘛 也許假花不會帶來負面能量 但它絕對不會像新鮮的花草 可以帶來這種生氣昂然的感覺 其實每天回家看到花然後聞到花香味 說真的這突然講要花香療法 那你說你擺了這花 你第一次買回家 然後就放在你家開門進去的右手邊 你說那個地方要把它弄整齊嗎 也不用很整齊啦 只是你還是要有地方擺嘛 有地方擺 那擺著之後 然後你接下來做什麼事讓你有好桃花進來 接下來就什麼事都沒做 那怎麼後來你會碰到好桃花 就是把它擺著 然後第二天跟朋友出去到 本來就約好的 對本來就約好到居酒屋去的時候 其實就有人來要電話 然後就說想要給我們 你被債主碰到了 喂 奇怪 那麼久沒有看到你 出換電話 不是這樣 你說你認錯人我不是維持 我是桃花 我是小桃紅 以我的本性叫李桃花也蠻不好聽的吧 可是這是我採用過一個蠻有用的吧 可是三朵梅月花那如果增加 是不是桃花運會更強 我放個一把 老師就說三朵你會放一把幹嘛 你有這麼急嗎 這真的有幾種說法 因為大家就 其實他就不是要電話 他就直接爆上來了 很多人以為雙數是一個好的象徵 但其實有些人講 是在華安的這種算命當中 其實積數反而是一個 極數 比較好的這個數目 這就是了 所以我沒試過大家可以試試看 可是搞不好招來一些蚊蟲 或什麼之類的 我就不負責 而且一把你還要去那個刺 要去很久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你碰到 你自己覺得還蠻特別的 對 也好像真的非常有效 你可以讓大家試試看 對 因為我其實我試過兩次都蠻有用的 不過招來都不是好桃花就是 什麼意思叫不是好桃花 因為我第二次在嘗試這種做法的時候 就是一個已經有女朋友的人 然後表白 在哪裡啊 呃 還是不要修好了 搞不好他也在Facebook修好了 所以所以就遇過這種狀況 所以這個方法不保證能不能夠找到好的桃花 可是你可以讓大家很快的看到你 是的 喔 這樣很美耶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很有效的方法 趕快跟大家交一交 讓大家桃花都能躲躲開 對另外一個呢 是我朋友他親身試過的 那其實這個跟吸引力法則就有關係了 因為呢 如果你是單身的人 通常呢 你的床是單人床 你的枕頭也通常只會有一個 然後呢 你就會習慣 你就是認定自己是單身的 然後他就開始呢 就是用吸引力法則的方式 想像自己有伴侶的狀況之下是怎麼樣生活 所以呢 其實這個在一些招桃花的也有講到 其實不管你是不是睡單人床 最好都買兩個枕頭 其實大部分人都買兩個枕頭啊 大部分 那可能我比較解釋 從以前到現在 不是因為你兩個枕頭 你主也是附兩個枕頭 沒有有單人的 可是通常都買兩個枕頭 因為一個枕頭可以抱嘛 然後一個枕頭可以躺 或者是兩個墊在一起比較高啊 所以都是買兩個 像現在我有三個 可是你要想像 哇 條話好旺喔 床又特別多 也還好 對啊 但其實就是有跟朋友講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你的就是 枕頭套就要用同一個色系的 就看起來像是有伴侶在生活的感覺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就是冥想 冥想自己有伴侶的情況之下 然後一起在這個空間 但是要想著牧春拓在牧春拓 但是不要突然出現另外一個人的畫面 你說這種冥想的感覺好恐怖喔 好像那種好萊塢電影的那種恐怖情節 好不要講冥想講許願好了 許願 有一點像許願的感覺 其實 我其實有蠻多朋友跟我講 他們用這種許願的方式 尤其在睡覺之前許願 然後希望幫我找到好的伴侶 然後就開始想像這個對象出現 然後呢一起在這個空間生活 多麼的愉快的感覺 真的我很多朋友就很快就找到對象 那我可不可以許願說我會做地堡 也許啊 早點開始許 希望我們十年後可以去這邊 地堡有很多地方 他的停車場也是 算是地堡的範圍啊 不然他沒有人行到的 管理員 管理員 管理員要職業班 所以也會睡在地堡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求聽到老朋友 新朋友 立刻在現在 對著小光 巴黎還有桃花阿姐為真 許下一個心願好不好 你許下心願 我們就幫你達到 但是這最重要任務還是要交給為真 因為他還有很多猛招要教你 讓我們一起雙手核實 然後他還有一些方式 其實我想拜月老是很多人做的一個方式 其實很多廟好像聽說蠻靈驗的對不對 兩位有去拜過月老嗎 沒有耶 沒有拜過月老 你有嗎 我陪人家去拜過順便拜了一下 這樣不錯 這個月嗎對不對 上個月陪人家去 上個月陪人家去 月老並不是每個月去拜叫做月老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在台北其實大家最知道的就是龍山寺的月老 跟霞海城隍廟也就是在這個迪化街 的這一座廟 那其實兩個拜的方式不太一樣 其實龍山寺這一尊迎回來的時間比較晚 那他拜的方式也比較簡單一些 那最主要就是要求紅獻回來嘛 所以在龍山寺 我自己的感 我自己的感覺啦 是 我覺得在霞海城隍廟求到的時候 比較靈驗 也不能說龍山寺不靈驗 也不能說龍山寺不靈驗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說龍山寺很靈驗 那我自己在霞海城隍廟求 可能是花了比較多錢吧 我不知道 但是那那個之後 也比較出現一些這個桃花的現象就是 所以你是拜完了 或是你剛剛放了玫瑰花你說隔一天 那你拜完了隔多少時間 你覺得好像真的有靈驗的感覺 這種好的感覺出現了 其實當然我還是要講不一定每個人都有用 因為這種事情其實是增強自己的信心 我覺得這個 當然 我還是強調有這個部分 可是我說玫瑰花真的蠻特別的 都是在一個禮拜當中就出現 那可以這種並何使用嗎 我又要去拜玫瑰花 一定可以啊 可以合併使用 還有要聽來電二十 隨時報告進度 對對對 對 那月老其實去拜就是 要固定去拜 但是月老就不建議合併拜了 因為你可能會被不同月老簽了很多條線 月老好多位是不是 對 月老很多位 所以最好你專心拜一間 你就是專心拜一間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跟他指定說 幫我簽郭台銘 之類的 但是郭台銘那方面他就可能就覺得 我不要這一條線 我不要這一條線 月老要顧慮到對方的意願 對啊對啊 不過在拜月老的時候其實 通常就是老一輩子都會說 因為其實我在拜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比較沒有那麼準是 我通常不會把對象講得很具體 因為其實我在找對象 本來就很沒有很具體的感覺 你喜歡挑戰 我喜歡帥的 這樣還不具體啊 不是因為 你就說一百八十公分 混血而難磨 其實因為我不是在找結婚對象嘛 所以我通常就很難說 我就找一個可以相處的對象 我通常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月老大概也是一頭霧水吧 但是通常其實 其實講得越具體的話是越好 你要的對象講得越具體是越好 那你是拜了那個月老廟之後 發生了什麼樣子的情形 其實在俠海城隍廟後來拜月老廟 也就是出現就是 見面的對象 但是我就說我的孤蘭心非常的堅強 因為出現了沒有很久之後 他又離開了 那你可以請月老說把孤蘭心趕走 有這種方法 驅趕他這樣 有這種方法 其實那就變成斬桃花 那又是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做法就是 你說驅把孤蘭心趕走 跟斬桃花是怎樣 孤蘭心趕走就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啊 因為孤蘭心其實是照十節出現的 照你的這種深層八字 應該指揮這樣子在出現 那個又不太一樣就是了 那現在還剩下三分鐘 有沒有什麼重點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招桃花很快 而且又很旺 又很棒 又很靈驗 又很幸福的 重點就是我還是剛剛講的那一個 這個插玫瑰的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其實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還沒有 我是聽的 可是我還沒有試驗過 就是買六顆草莓 洗過之後把它浸在開水裡面 然後拿去讓太陽照 大概照個六個小時左右 然後呢之後就喝著一些開水 那個你要不要把草莓吃掉都可以 就是說草莓買回來洗一洗 然後放在碗裡面 然後你可以用那個礦泉水 然後讓太陽照 照了以後喝掉這個水 對 而且在喝之前呢 就是跟水說一下說 哎呀那個希望你啊 然後讓我容光煥發 可以很快找到喜歡的對象這樣子 這個是屬於應該是屬於西方的一種 招桃花的方式 嗯嗯 我還沒有試驗過 所以大家可以幫我試驗看看 不管怎麼樣 反正多喝水對身體都是健康 你看明天就試一次 下次跟大家講啊 好不然你就忙約會不能來錄影 這是草莓的季節嘛 我曉得 不過其實剛剛像小光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還是覺得吸引力法則是很有用的 你很多單身的人都覺得自己注定單身了 那感覺上其實就很難吸引到對象 你就是要想像自己是一個配得上條件好的人 就這樣子的人 然後去想像自己在有伴侶的時候會感到的幸福愉快 你其實身上就會帶有那種 開始會有那種戀愛的桃色氣氛的 這樣子整個從內到外的改變 其實也會增加戀愛的運氣 聽起來好像蠻不錯的齁 我相信大家今天20分鐘聽下來應該獲得許多吧 我說所以是我的採集的民間的田野調查的分享 那大家試試看 所以新的對象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要知道他的星座 再點回來天20的星座搭配起來 就有百分百加倍的效果對不對 然後想要兩個人在一起體驗刺激的感覺 還可以聽靈異故事 靜靜的抱住他 靈異故事我自己都好想再重聽一下 真的太刺激了 趕快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 那要不要按讚 讚 要不要分享 要不要連結 要 好啦下禮拜見了 掰掰 掰掰